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王大爷是长寿之人 又天人之相 高人说 如果一个人的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 说明此人天生有福 属于长寿之人 一生福禄授权 好运不断 靠着自己的天资聪颖 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 更成功的事业 更幸福的家庭 他们就是一生好命的人 而且自身的福报很深 愿意帮助别人 创造了很多幸福 王大爷一听十分高兴 四处向别人炫耀他的手 说自己健康又长寿 一 看手能知长寿 这是真的吗 首先 无论是古代中医的手诊 还是现代医学 根据手掌来判断心血管病的方式 都是对手部健康关注的肯定 而手掌作为我们四肢的最末端 无论是血液循环 还是身体能量供应的效率都比较低 也正因为如此 如果手的气色和状态都保持理想的情况 身体其他部位的健康 自然也能得到保证 中医所说 只为血之末竭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不仅如此 手是四肢的关键组成部分 如果老人对手部控制得心应手 意味着大脑是灵活且健康的 降低了心脑血管疾病 这同样也是长寿的一大特征 综上所述 看手之长寿 从生理机理和医学方面来看 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怎么样的手才算得上长寿之手 不妨看看自己是否符合这些特征 二 看五根手指 能知身体健康 一 看手指指腹 我们可以通过手指指腹来判断一个人的气血情况 无论是男女老少 当你的手指指腹非常的饱满 则说明你的气血非常的充足 反之 当你的手指指腹扁平 粗糙 则表示你气血不足 容易发生贫血 同时 这类人还容易出现手脚冰凉 二 看手指指指甲 这一点估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就是通过观看手指指甲上的月牙来判断 同时 还要观看指甲上是否有纵横纹 当一个人四根手指上没有月牙 只有大拇指上面才有 则说明此人的血液循环功能较差 体内寒气重 若月牙过大 则说明这类人亦患上甲抗等疾病 如果指甲上有纵纹 则说明这类人失眠质量差 亦患上失眠衰弱 若横纹多且深 则说明免疫能力差 亦感冒 三 看手指颜色 通常我们的手指颜色为白里透红 当你一年四季都是白里透红 且手温很好 则说明你个人气血非常好 当你手指发白 微微有点红 同时伴有手脚冰凉 则说明气血不足 容易顺虚 四 看手指形状 手指的大小粗细 等反映着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一般来说 正常的手指粗细大小均匀 不会出现过细或者过粗等症状 当你出现手指细长 则表明你肺功能较差 同时容易多愁善感 反之 则表明你的身体很健康 三 若手出现这三种情况 警惕身体健康的不足 一 手心发紫发黑 手心红润是健康的现象 但如果发现自己手心发黑 发紫 则有可能是缺血导致的 医学也称这种情况叫发肝 比如血管斑块 高血脂 高血压等 都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出现 一旦发现还请及时前往医院检查治疗为好 二 手指甲有裂纹 不仅仅是手本身 手指甲也是我们可以注意的地方 手指甲本质是脚质层的延伸 脚质层的生长离不开蛋白质 如果手指甲有裂纹的情况 则说明身体蛋白质摄入不足 气血虚弱 适当地补充牛奶 坚果 鱼类等优质蛋白质 或可得到有效改善 三 手指表皮发痒 手指发痒的情况 多出现在免疫力较低的中老年人身上 大多数是细菌感染的体现 比如抛诊 湿诊等 如果长期有此类手指皮肤异常情况 要意识到身体免疫力的不足 积极运动 调整作息 对自身的情况进行改善 四 五指对五脏 健康状况指中藏 其实人的五根手指正好对应人的五脏 手指是人体的最末端 神经血管经络丰富而敏感 身体有病 往往在人的五根手指上也能反映出来 下面咱们一起来看看 五根手指分别代表哪个脏器 又有什么表现 学会了 一般的小病就是不用医生 自己也能有一个初步诊断了 一 拇指 代表脾胃 五形属土 扁小 脾胃不合 扁小不易弯曲 脾胃虚弱的表现 人易中风 指腹肝比凹陷 脾气不足 功能虚弱 失调 亦出现消化不良 便秘 便秘 腹泻 腹胀等症状 脂腹突出 脾脏功能抗静 致使脾生血不足 亦出现流鼻血 便秘 月经不调等 近期脂骨断长面纹理凌乱 皮肤粗糙 胃消化系统失调 胃消化系统失调 出现头痛失眠多梦现象 称之为食至未婉之失眠 在此处暗柔痛点可治疗缓解 双手拨指指尖纹理都散断 整个头都痛 若出现在左手 偏左侧头疼 若出现在右手 偏右侧头疼 左侧是胃体 胃底的病 右侧是幽门 十二指肠的病 二 食指 代表肝 胆 五行鼠目 指腹凹陷 肝脏藏血不足 肝气不足 指腹凸起 肝阳上抗 亦患高血压 此类人亦怒 亦激动 多疑 中阶指骨断 长侧纹理散乱弯曲 肝胆同时有病 指根长侧纹理散乱 亦头痛 失眠 多梦 称之为胆欲弹忧之失眠 情额痛 调脂 可暗柔肝胆 质胆热症如炎症 结石 三 中指 代表心 小肠 五行属火 指腹凹 心气不足 心肌缺血 造成脑缺氧 供血不足 易晕倒 食指弯向中指 肝藏血不足 引起心脏供血不良 中指指尖弯向饶侧 心脏病 防止传导组织 枣脖 终结长侧纹理散乱 在下二分之一 是心火攻击心脏 在上二分之一 为小肠温热 尚移心脏至心烦躁 口舌生疮 四 无明指 代表肺 大肠 五行属筋 指腹凹陷 肺的水液代谢差 功能下降 易倒汗 尤其背部易打酣 搓无明指 指腹凸起 肺喧嚣功能失调 近节指骨断 绕侧弯曲 易患便秘和腹瀉 无明指指根弯曲 易出现腹胀腹瀉 指根长侧纹理散乱 大肠食热 五 小指 代表肾 膀胱 五行属水 远节指骨断 绕侧弯曲 肾阴虚 手脚心热 远节指骨断 齿侧弯曲 肾阳须 手脚凉 指腹凹陷 生殖系统疾病 与其他极致不能合拢 肾脏问题 指根部 饶侧弯曲 膀胱炎症 小肠肾与水 渗入膀胱 指背部有弯曲 易患泌尿系统疾病 通过上面的介绍 我们已经知道了 如何从手指上 看出身体的健康状况 如果手指出现 以上介绍的几种情况 说明身体出现了问题 有一些潜在的疾病 这时 一定要及早治疗 不会拖延成重病 所以 通过看手指 也是可以看出 寿命的长短的 在日常生活中 只有经常锻炼身体 才可以增强体质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 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